最近有很多想飞的朋友私讯给我 或是在我的频道上面留言 问我说他们对飞行有很大的兴趣 不晓得什么样的方式比较好 今天我就做这个影片 跟大家来说一下我自己的想法 或许有很多已经在飞行的机师 他们有不同的见解 但是很多需求我认为是因人而异 所以大家可以听听哪个方式比较好 首先想飞的朋友来问我说他们想当机师 我第一个就是建议他们去考航空公司的培训机师 理由非常的简单 通常就是学费的费用 因为航空公司会支付 大家也知道这样的费用是非常高的 如果你要学费到250小时 可能都要花上两三百万左右 另外一个最大好处是 因为如果你是航空公司培训机师 基本上你已经有了飞行的工作 还有整个飞行训练的课程安排会比较严谨 通常都是三个人在做舱的配置 就是训练的机师坐在左边 教练坐在右边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学生可以做观察 这样对原本航空公司的两人 operation会比较习惯 培训机师的缺点就是可能有人认为这个合约是非常长的 目前每个航空公司都大约十年以上 我也曾经与中国来的飞行员证实 他们的合约确实是99年 我都开玩笑的讲说能不能活到80岁还不知道 结果签了99年的月 接下来就身为培训机师压力蛮大的 因为每个起班都在竞争 然后公司也采取淘汰制 所以一般如果你过后两个课 你可能就无法跟上 航空公司也不愿意多花钱来到你补课 所以这个是身为培训机师的一个宿命 最后是培训机师的申请资格 很多的朋友都有年龄的限制 一般通常他们只招30岁以下的 所以如果你是后来才决定 想当飞行员这个工作 有时候都是湿不沃浴的感觉 现在来说说 资训机师就是自己花费到澳洲 美国英国学习飞行的这些 喜欢飞行的朋友们 最大的优点就是自己可以选择 要去飞行的时间 还有飞行的季节 还有飞行的国家 然后训练的时辰也比较弹性 很多人是因为还有工作 所以他们是先去拿PPL 再去拿CPL 或是拿instrument的rating 第二点就是没有年龄的限制 但是又取救于 如果他们要到航空公司就业的话 要看航空公司对副驾驶的年龄 有没有要求 然而资讯机师最大的缺点 就是没有工作的保障 大家都有听过台湾很流行的300小时流浪俱乐部 其实东南亚很多国家都有这样的情况 新加坡也是 很多朋友去学飞行 回来找不到工作 所以他们就找航空公司递情的工作 就是不要离航空系统太远的地方 等待航空公司缺人的时候 再加入飞行员的行列 接下来我觉得是投资报酬率 这跟飞行的费用有关系 是因为如果航空业缺人 你去花两三百万的飞行学费 可能几个月找到工作 月薪也不错 很快就把这个费用给赚回来 但是如果你回来的时候 没有找到工作 然后你又没有refresh的飞行执照 很快你的执照会失效 你的飞行技能也会申诉 如果这个时候航空公司要招募的话 你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去反复练习 你原本比较熟悉的飞行技能 接下来我就回答几个朋友给我的问题 然后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自己的想法 第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你要当自讯技师 你必须要拿到什么样的执照 才会容易找到工作 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 你要看现在航空业需不需要人 如果大家马上需要人 基本上你有一般的CPO就足够了 但是如果你愿意花点时间 过世更多的金钱 拿到比别人还好的执照 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到 现在航空公司的需求是什么 因为我们要当资讯技师 最重要就是拿到飞行工作 不是吗 如果你花费很多时间在训练 等到你错过这个时机 基本上你有什么很好的指导 都是没有用的 所以我觉得你现在看的这部影片 然后现在是飞行工作最好的时机 你如果能花最短的时间拿到执照 现在找工作是非常好的tummy 第二个问题是FAA Park 61 还是Park 141 这个跟我前面有点关于是说 如果你现在航空公司没有在找人 或者是你认为你可以等一下子 这个时候你最好去拿一个Park 141 因为比较正规 到时候你去找工作的时候 你可能你的执照方面 可能比较有竞争力 接下来个问题是大哉问 就是我现在去学飞行还来得及吗 台湾已经有这么多流浪的机师 现在如果拿CPU回来跟他们会有竞争吗 这个问题我想大家都不会有答案的 但是我认为如果你到国外学飞行 最大的目标就是回来台湾的航空公司 参加飞行的工作 那你可能会失望 因为你或许看得出来 台湾的航空公司对自讯机师 并不是非常的友善 就像上次华航跟长龙机师 把工都把外籍机师的任用拿出来当条件之一 但是两家航空公司却没有明确的说 他们保证不会再任用外籍机师 导致于台湾很多拿CPU回来的 目前还找不到飞行工作的人非常的愤怒 但是如果你在国外获得执照以后 你可以在国外上班当一个快乐的外籍机师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等到你时速够的话 或许可以回来台湾的航空公司服务 这是一个很好的选项 大家可以思考看看 最后我觉得这两三年后的机师荒 不会得到改善 因为很多机师要退休 然后从事飞行人的越来越少 如果你真的对飞行工作有兴趣的话 我第一个建议还是去考 航空公司的培训机师 如果你因为任何的因素 譬如说你考过了但是没有考上 或者是你的年龄限制 我都会建议你说如果你要去国外自费学飞行 或许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但是第一个要点 请你在选择飞行训练的地方或者是学校 请先考量他们有没有就业的配套 就是说你在学校飞行完以后 你可以拿到一份飞行的工作 因为花费这么高的费用跟时间去学飞行 不就是要一份飞行的工作吗 第二点是慎选要飞行的学校跟气候 还有季节 因为某个航空公司每年有分做两班 有冬季班跟夏季班 通常夏季班的淘汰率比较高 因为在他们的机场夏季的时候 风向变化大 然后第一热效应也高 所以不是因为他们飞不好 是因为环境的问题 如果你要自飞 没必要去挑挑战性很高的机场 因为如果你飞不过 你还是要花自己的钱来补足课程 这是我这几年花很多时间跟资讯的飞行员 讨论这个问题得到的结果 请大家要慎重的选择 最后我想要说的是 我要鼓励任何想学习飞行的人 学习飞行是一种历程与过程 也是一种历练 而且不是每个人可以通过这样的挑战 尤其是如果你知道我是如何开始的 如果从一位台湾的常备士官长 成为全世界最知名航空公司的机长 你就没有借口跟我说 什么事情是你做不到的